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大家好 昨天林鄭出來 說時間回家了 三個男人叫她回家 宣佈不再割族 未來這一屆行政長官的選舉 不再割族 不再參加 這個說法都相當可笑 她是沒得攪 是被 沒得割族 不是自己願意自願 不割族 這個是 搞得很清楚 第二件事就是 她說是去年三月兩會的時候 已經跟中央 講了她的意願 中央表示理解和尊重 其實很多人都開始 提出施政報告 紅塗大計 超過十年 不僅是做下一任 不僅是五年 超過十年都還沒搞完 尤其是政府改組 說得這麼具體 又說怎樣分拆政策局等等 如果不是她打算割族的話 不是打算做下一屆的話 怎麼會做這些 按常理也不會做這樣的打算 這個也有很多人開始談論這個問題 昨天林鄭在記者會說的 很多都是不盡不實 很多都是所謂語言藝術的 虛偽那個藝 其實就是 她被人非 不是她非 通常都是 被人非 通常是說是我先非你先的 其實是拿回一點面 沒什麼意義 但是 昨天說完了 到今天 星期二 沒什麼聲氣 那個所謂的真命天子 李家超都還沒出來 全部參選 於是有些評論 好像很詭異 為何到今天 提名群已經開始了 星期日已經開始了 今天已經是第3日 為何完全沒有聲氣 等著什麼 可能不是李家超 大家說看定一點 不要跟車帶貼 我聽完之後 當然找不同的資料 有些分析 看到出來 我自己慢慢去嘴咀之後 第一 有個資料有個消息傳出來 就是那群選委 今天 被通知 會在星期三 即明天就去中聯辦 和中聯辦的要員 主要是那群國家隊的選委 大家知道 沒有了他們的提名 因為每一個組別都要有一定的 數目的提名 才可以 成為 正式的候選人 還要經過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資格審查委員會 那個 主席就是李家超自己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解決 利益衝突的問題 他會找一群選委 去中聯辦 談及選舉的 具體安排 國家隊 所謂國家隊的選委 很快就會提出 參選的人 選 今天已經看到很多選委 現身中聯辦 包括 全國政協常委 林建岳 立法會議員 張國均 陳銘欣 等等 已經去中聯辦 正式的會面 會在 星期三 舉行 令到所有選委 齊集中聯辦 跟他們說 現在 所謂的真命天子是誰 中央政府 是 陰點 哪一個 跟他們說清楚 不容有失 你能看到 為什麼 為何 李家超到今天 這個moment 這一刻 好像林鄭說 這一刻我沒有收到辭職信 都未辭職參選 因為 中聯辦 要做一個很細緻的安排 一步一步要做所有的事 不可以出任何的亂子 安排是甚麼 他首先用 中共的術語打招呼 跟有關人士打招呼 現在中央的意願 就是這樣 就是要找李家超出來做 下一個階段 李家超就會找你們拿提名 大家就記住 不要到處走 坐定定 去問你拿提名就給他提名 我們要做得很好看 堂堂黃黃 然後拿完提名之後 就足夠提名 正式入閘做候選人 然後到5月8日 就投票了 大家要記住投票 我們就不想做得很肉酸 於是大家就知道怎樣投票 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全部是很細緻的安排 這個選舉 所謂的選舉 只是一個走過場的程序 這一點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程序 當這個安排是未做的時候 李家超是不會出來宣布參選的 做好這個安排 做到百分之一百 滴水不流 安全係數非常高 他就會宣布出來參選 這是第一個問題 為甚麼解答到 為甚麼到今天那麼詭異 遲遲都不出來 第二個問題要解答的就是 有沒有人跟他爭 誰跟他爭 現在傳出來建制想有競爭 陳茂波會不會出來參選 雖然我沒有甚麼獨家內幕消息 但是 我一早就已經說 這一場所謂的選舉 不是Election 是Selection 如果是Selection 如果清清楚楚是Selection 今天完善了這個選舉機制之後 他要選擇的 只是一個人 即是連做Show都不做 譬如你說 董建華那屆 張蔭權那屆 梁振英那屆 都有 跟他敬族的人 雖然大家都知道 跟他敬族的人都是陪跑 無論你是民主派也好 都是陪跑 即使你拿到足夠的提名入閘 都是陪跑的 因為這個小圈主選舉 要清清楚楚 落了命令 除了民主派的選委 有機會投票給民主派的選委 其他所有建制派選委 都一定會投票給 中央屬意的候選人 歷屆都是如此 沒有一次 脫脫 無論是六八九也好 777也好 沒有一次是脫脫 這次 即使所有的選委是清一式 全部都是建制的 左派什麼國家隊 即使完善了選舉機制 已經是清一式 其他人也好 他現在最新的做法 要達到全面管戰 是不容許有 形式上的 實質上當然不行 形式上的任何的競爭 所以這一場是一場 one man show 即是說以前的 安全係數已經極高 今天 安全係數 就要再加碼再加碼再加碼 只有一個候選人 你就投票 所謂的投票 你可以紮加伊做到一些 不信任票 反對派對之類 好像澳門 都會去高票當選 於是就發表 聲明 民心所向大勢楚衰 心慶得仁等等 一定會做一場 要做到百分之一百的 滴水不漏 只有一個人去做 為何要這樣 因為 無論是哪一屆 即是 老董也好 周恩權也好 梁振英也好 林鄭也好 都有出現 所謂的選舉氣氛 尤其是 林鄭對胡蘇貞再加胡國興 很厲害 好像胡蘇貞正營當直選那樣玩 搞造勢大會 上萬人參加 大家有互相的 辯論 有可能有互相的攻擊 會出現這個情況 在完善了選舉機制 完善了選舉機制 之後 中央政府的想法 我不要這件事 不要有任何的選舉氣氛 是要徹底地體現全面管治這個精神 全面管治的意思是什麼 核心的狼是什麼 就是 中央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裏面一個人 說了算 其他人不得意義 什麼都不准說什麼都不准提 我說這樣就這樣 我要欽點這個人 不容許你建制派裏面有其他另一個核心出來 去攻擊他 李家超你是武官出身的 握了一小槍 你懂經濟什麼 不容許別人問這個問題 我說跟他 競爭對手的候選人 以免影響他的形象 他不懂不懂 根本就不懂 就是握槍的 有些人說那個是他的優勢 如果你說握槍就等於優勢 當年軍閥的統治也是優勢 盲字也不懂得過 那些大軍閥都是優勢 這個 就是為什麼會是one man show的原因 這個是全面管治 極需要 去體現 香港是誰管的 這裏是誰管治 其實體現這 好了也有消息傳出 說其他那些蠢蠢欲動的 所謂的 潛在的候選人 包括這個 一直都是在發特首夢的 葉劉淑儲儀 也包括想翻閹的六八九 現在六八九就傳他做這個選舉 這個委員會的 總召集人 主席之類 不讓他選 全地 勸 說 現在中央未有任何的指示 未有任何的 明確的答案之前 我叫你們不要伸頭出來 去表達自己的參選意願 如果你伸頭出來 就會一棍吐下去 大家 非常之聽話 乖乖地 去等的所謂綠燈出來 是很聽話 到今天來 聽話到不得了的 你問有關的人 他要不答理 要不就顧左又言他 絕對不會表達 這個 參選意願 我想他發了口夢也不敢 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就是代表 他要絕對 絕對 服從 我叫你 站就站 我叫你坐就坐 我叫你跪就跪 絕對絕對的 服從這個指令 好像訓練 是一些動物 Sit 你就要Sit 是不是 伸手出來就伸手出來 握握手就握握手 這個是要考驗他們是否絕對服從 如果你夠膽不服從的話 你後果就會很嚴重 現在 看來效果相當好 這些潛在候選人 那些奇奇來來的當然不算 這些潛在候選人 雖然 雖然 蠢蠢欲動 雖然已經準備充足 雖然 雖然 綠燈已經踏行 Turbo 即那個 那個死野猴已經 吹吹吹吹吹 車一路都未去 因為他不敢 鬆個鏡子去 一鬆個鏡子去 他可能會出事 現在就要等 中央政府宣佈 對不起 你們幾個沒有份 是這個 我屬於這個 他們就乖乖站好隊 向著這個方向 三呼萬歲 這個皇上 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 就是我的想法 我絕對服從你 還有就是 喂 現在來這個 提名期 已經過了幾天 為何還未有任何的跡象 出來 說要參選 大家都是猜猜一下 5月8日就投票了 提名期16日就結束了 我相信大家還要等 如果你覺得 是重要的就還要等 有些人說是關我差事 我不管 為何會還要等 我自己看 中央政府 要將這個 所謂不確定的 這個可能 你伸個頭出來 這個候選人 已經確定了他參選 他伸個頭出來 他要將 這種可能 估計不到之外的一些氣氛 或者輿論 那個時間要減到 縮到最短 可能是最多可能得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 這個候選人 還要等多一段時間 才伸他 第一步 就要確定到這群選委 你們同意吧 不同意也不行 是這個 心慶得人 是他 搞定了 然後 就將這個不確定的 因素 會否受到攻擊 揭他的家底 等等 或者家人有英國護照 都揭露出來 把這個時間縮到最短 然後 只有一個 最後是當選 是他 你們吵也無謂 換句話來說 在這個新的 常態下 這個新的國安時期下 整個選舉 是會比 以前 會倒退幾十年 以前都是陰點 不過陰點都可以容許有不同意見的候選人 詹嘉伊都做了一場辯論 都挺好看的 譬如 唐英年說 你騙人 那些都挺好看的 譬如 胡蘇貞 做世大會 胡國興 撕裂2.0 胡蘇貞說什麼撕裂2.5點 胡國興又有 批評林鄭月娥 都挺好看的 辯論 這些 是不會出現的 One man show 將所謂的uncertainty 不確定因素減到最低 體現中央的 全面管治 要所有建制派 絕對服從 朕 說誰做 你們要同意誰做 然後一起 三呼萬歲 所以現在很多分析 你家超有什麼優勢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根本不用討論 當然可以慢慢聽分析 為什麼不用討論 找得武官治港 有什麼優勢 是不是 就只有強硬兩個字 但是 告訴大家 香港這個社會 過往的兩年已經夠強硬 不夠強硬嗎 林鄭 有什麼異議聲音會出來 夠強硬 然後 來到這個疫情 夠強硬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有些人這樣說 李家超上場就不同了 如果要搞 全民禁足風城強檢 都不用討論那麼多事 說禮就禮 我相信一定會 武官就是這樣 果斷 拉出自B 以前的大軍閥都是這樣 你不聽話拉出自B 很果斷 所謂果斷 管治一個城市 尤其是香港這個複雜的 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 是否單憑果斷兩個字 就能解決問題 當然不是 管錢的東西 是否果斷就能解決問題 當然不是 何時果斷 何時不果斷 何時要 聽民意 何時不聽民意 我常說自大廣如攀小鮮 尤其是 你要handle of care 果斷的人一定可以handle of care 你 你看 烏克蘭 總統的 扎蓮斯基 你覺得他是 果斷 還是優柔 還是他發覺他身段很柔軟 還是強硬到底 你看他在這次戰爭裏 國家遇到 滅國的危機 滅族的危機 我覺得他所有 剛才我想說的個人管治的風格 齊了 不只是硬的 有硬有軟有那段 有不同的策略 如何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 供應武器 給不同的地方 修容你 屠爛出來的人 得到全世界認可你 那段兩個字解決了問題 學習 學不學得到才可以的問題 現在 那些黨媒 拼命去重贊李家超 三大優勢 避看重 執行力是關鍵 跟林鄭比較 勝出很多皮 我覺得 這些 分析比較 只不過就是 你擁立了一個 中央政府 很熟義的行政長官之後 現在知道風向轉了 就擁立了 這個黨媒 就是這樣 你說他們有沒有差馬價值 有 我也有差馬價值 我經常都看 我看完之後覺得挺好笑的 你知道他背後 其實是想怎樣你就明白 現在的所謂詭異 其實我覺得一點也不詭異 是按照 中央政府的一步一步 這樣走下去 但是 老實實 跟香港人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大家 誰做特首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過 誰做特首 你就會有排售 這個 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暫時經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 我非常支持 我心情有報的春日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